大家好,我是尔差 这是一个断舍离的视频 今天是2021年的5月5号 是这五天假的最后一天 我把一些压箱底压床底的旧书给翻了出来了 现在看看很多都用不上了 这些书都是很多年以前买的 有的看过,大部分都看过 还有一些没看过 当时想的是以后可能会看 但是五年,十年,甚至十多年过去了 可能还没看 几乎都没拿出来翻翻 最近做个断舍离 其实我最近断舍离了很多东西 这次是书籍,都是我曾经买过的书 在几天前我做过一次断舍离 我把不要的书拍成照片分享到朋友圈里 有很多同学想要,我就直接送给了他们 顺风到复 然后这次也是一样 我把书皮拍照分享到朋友圈 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几乎都被别人顶走 免费赠送顺风到复 在发出去之前 我录过视频 做个记录 也做个纪念 下面正式开始 排名部分先后 这三本 这三本是被一位同学订走的 看一下 这是设计师谈精彩网页设计 韩国作者黄再贤 定价55块钱 含一张光盘 我记得那时候的书应该是原价 它不像现在这些书都是五折甚至四折什么的 这本书我看过 看完了 这本书是2004年8月份第一次印刷 这是我在一家网络公司的时候买的一本书 是我的一位网页设计师的同事 他给我推荐的 很有那个年代网页设计的味道 感觉 他这本书主要是从色彩方面 把当时比较流行的网站进行了分析 色彩进行了提取 当时感觉这些网站都是简洁高大上了 当时的分辨率都是800x600或者是1024x768 都是那种CRT的显示器 一共是260周页 我看有没有做记录的 这位应该是作者 这是一本 这本书也是跟刚才那本书同时买的 也是韩国的 也是韩国的 是IRI色彩研究所 设计师谈网页配色 全彩 价格是38元 我们看看 电子工业出版社 是2004年6月第6次印刷 这本书当时也是大概翻了一下 看过一遍 应该不超过两遍 之后一直放在书架里 后来过了几年 就放到了 窗底下 封箱了 其实这些书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 有点老了 这是216色安全色 这位同学还 订了一本 这本 网站运营 七天精通 SEO直通车 这是SEO相关的 25块钱 这是我2013年1月6号的 最好买的 黄伟定 这本书我没什么印象了 是2012年1月1号的第一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CU 那时候谷歌好像还没走 谷歌是2013年走了 这是一本 这是一位同学的 一共三本 我给他写了一个名字 省着 激活了 这是6本 咱们先看第1个 响应是外部设计实践 人民邮电出版社 价格是55块钱 我为什么要说价格呢 其实这也挺有意思的 当时花55块钱也好 35块钱也好 买的基本都是原价的 这是当时的热销书 但是过了五六年 十来年 这些书 从经济上讲 几乎是一文不值 有的可能是好一些 打个一折 卖五六块钱 那就没有意义了 有的是一文不值 但是对于有一些想学的同学来说 还是挺有价值的 所以 我才做了这件事 把他们分享给有需要的同学 在我这没什么用了 但是在他们那可能还有用处 这是2013年3月第1版 这本书 我好像没看完 大概看了 一半吧 就烂尾了 书的名字不错 内容也不错 但是就是看不进去 还是胶板纸 全彩 好 下一个 这本书我得隆重的介绍一下 叫 精通CSS 高级 外部标准解决方案 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是一本国外的书 为什么要着重介绍一下这本书呢 39块钱并不贵 但是它对于我来说 意义重大 我还记得是200 09年 看一下啊 这本书是什么时候买的 你看 这本书 都被我翻了的 都变成这样了 说明我是经常翻这本书的 但是刚才这本书是非常新的 对吧 对吧 2006年 11月第1版 2009年3月 北京第6次印刷 我记得是2009年的冬天 我看的这本书 大概看了一个月就看完了 这本书是非常棒的 它是 我们看一下这位作者 安迪 爸 我还上过他的网站 他们 他们是一个 关于网页用户体验方面的一个 设计 咨询服务研究所 都是一些盧人 帮一些网站 改造 CSS3和HTML5 这本书 我差不多是每一行都看过 因为我以前学过HTML加 CSS 就是那种最常规的 但是 后来变了嘛 变成DIV加CSS了 那时候我不会 我是看了这本书才会的 包括 左飘 右飘 核模型 比方说 这块 UR 给UR下面的A 定义下面的 显示成块 宽度 200 高40 行高40 其实现在这些 还都用得着 就算是Wordpress网站 我们给他自定义 CSS 也都用得着 或者 用浏览器的检查工具 去检查 网页 哪有 哪里有些问题 或者需要改什么东西 我在改的时候 还在用这本书 的 知识 在修改 还在用 挺好的一本书 但是 很枯燥 当时我把这本书 学完之后 就基本上能从零来编写 DIV加CSS了 那时候是 Dreamweaver 用Dreamweaver Dreamweaver可以自动生成一些代码 它是一种思路 它这种思路是 内容和设计分离 我在看这本书之前 我还看了一本书 叫网站重构 是我借同事的 看的 他买的那本书 我看完了之后 感觉 特别棒 但是那本书 它都是偏理论 偏思维方式的 这本书才真正意义上的 有实施的东西 非常好 开始我在想这本书是不是一直留着做个纪念 就先别送人了 但是 后来想想还是送人吧 对于我来说已经 没什么意义 没意义就别再占有空间了 毕竟 楼房空间还是很有限的 有给未来的可能性吗 这也送给某位同学 重点介绍一下 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很大 这本书是我后来买的一本 HTMI5和CSS3实力教程 也是乖的 好像 没怎么看过 是2012年7月16号购买的 这是关于 HTMI5和CSS3的 我本来也想着重新好好学去 但是那时候在创业 就没学进去 也挺忙的 心不怎么静 天天忙 天天又忙又乱 你看这本书还都是 非常新的 几乎全新的 不过以后可能也学不着了吧 算了 算了 不要了 送给有需要的人 以后什么时候我再需要了 我再买一本 这位同学还 要了这本书 网络营销 决胜武器 软文营销 实战方法案例 这本是 49块钱 博文试点 作者是 徐茂全 这本书 我没印象都看完 可能只看了一部分 或者是挑挑剑剑看 因为这本书印象不深 软文营销 就是怎么写文章 应该看了 多少有点印象 毕竟我现在写文章 有一些是参考了 他们的一些逻辑 怎么说呢 了胜于无 至少说 印象没那么深刻 他们这种的 这种书的标题 就是非常的 吸引人 但是内容 可能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吧 仅供参考 这本书 今天我在发朋友圈的时候 有两三位同学都想要 后来被一位同学给 抢走了 锦绣蓝图 怎么规划 令人流连往返的网站 第 二版 59块钱 也是全采的 看这本书这么新 大家应该就知道 我没怎么看过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想 如果这些书我都看过了 是不是我 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会比现在更迷惘 但事实就是事实 就算 时光穿越回去 我也不一定会看 这种书就是 他这个标题特别好 这个图片特别好 还怎么规划 令人流连往返的网站 他都是翻译的 这翻译的质量 我觉得 没有 甚至没有乔布斯传翻译的好 要翻译的好 我肯定看进去了 他肯定是很费解 才看不进去 如果看英文原版 如果能看得懂 可能会好一些 我还记得他这里面有很多 关于人物分析的 看着不错 但是看不进去 好 再有一本 这位同学要了六本 基本都是五六本的样子 这本书说来挺有意思的 叫照相馆的故事 Fotoshop 这是我在山大学的时候买的一本书 还送了三张光盘 那时候的光盘还是挺贵的 他们一下子送了三张 是99块钱 99块钱 在 2000年还是1999年 99块钱对于一个学生党来说 那是 很重要的 那时候我买一个鼠标才花了87块钱 100块钱相当于是 一个礼拜的生活费加交通费 这本书是2000年1月 第一版 2000年2月第2季刷 99块钱 3CD 全 含配套全彩色书 这本书 我是在天津的一个图书城里买的 包装很精美 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Photoshop 也不知道什么是苹果电脑卖的 但是我感觉它这里面的 案例我特别喜欢 特别是这个 可无可乐罐 我当时想的 看了这本书 因为家里边有电脑嘛 也有Photoshop 但是 并不会用 我那时候想的是不是我买了这本书 回去之后就能做成 这种一模一样的 图片呢 我就有了这种本领了呢 我是有这种期待的 但是 结果你们知道了 一个没做出来 特别是这个可乐罐 我按照它的做法 做了大概 应该有十来次 最后都没成功 它里边有一个光盘 那个光盘里面有教学 还有人物动画 是真人拍摄的 看上去挺有创意的 但是 这个操作感 太差了 没做出来 那时候还用了大量的涂层 还有这种变形 这种杯子的变形 是Photoshop的 因为Photoshop的中文就是 就是照相馆嘛 还有这种啤酒 看着非常不错 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大狮子 蜻蜓 钱币 大狮子 我的Photoshop 我的Photoshop的功力 基本上都不是从这本书里边得到的 是从那本 Wallbook里边得到的 那本书非常不错 那本书 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这本书 就真是很会骗学生的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两位同学的 就都说了20分钟 先到这儿啊 估计时间太长 也不好剪辑 我先停一下 下一次继续 是